今天我们要转到一些大老板或是富豪的身上了 那么和硕董董长童子贤 他说他天天都在洗钱 因为最近这个临时的案子 让大家对这个洗钱都觉得很敏感 不过童子贤这个洗钱是真的用水去洗铜板 那他也说了其实他并没有太大的洁癖 会注意到自己每次回家都洗钱 是他的小孩告诉他的 在1962至1972年之间 贪污的金钱达到当时的100亿港币 政府高官贪婪腐败 谈洗钱有人避之为捧不及 偏偏何硕董市长童子贤就爱洗钱 而且他天天洗 别误会童子贤洗钱 是真的用水把钱洗干净 不知道手上拿的铜板 钞票经手过多少人就怕拿到脏钱 童子贤每天回家后一定洗钱 但他强调自己的洁癖真的不严重 只有对某些东西才会特别要求干净 童子贤爱洗钱 但在英国有位亿万富翁却是爱发钱 这位不愿曝光的富豪启动我们都很幸运的活动 每天在街头随机发给陌生人一千英镑 折合台币四万六千元 希望他们能把这笔钱用来行善 并把这些受赠者的照片放在网络上 至今已经有上半人接受捐款 捐出新台币四百六十万 尽管幸运先生说他不会追踪受赠者 有没有真的把钱拿来帮助别人 但他这样做只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加入行善的行列 通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